幫我們分析一下 就是黃山山昨天被中評會確認要停權三年 你怎麼評估接下來他2026 是不是沒有辦法以民眾黨籍來參選任何縣市 今天他們秘書長也講了 停權包含所謂的提名權跟所謂的參選權 都完全剝奪 因為三年的時間包含在2026跟2028 他都沒有機會所謂的代表民眾黨參選 所謂的包含區域立委 部分區立委 以及台北市長或是縣市所長都已經失去這個機會 所以等於對一個政治人物來講 他等於是政治生命的終結啦 其實跟所謂的開除無異 但是為什麼要做停權不開除黨籍 主要還是為了保住柯文哲 而且把柯文哲在這個政治獻金案的責任 全部推給黃山山才做出這樣的處分 這樣算是還是貫徹一人政黨的意志 當然柯文哲一定是透過這次的這個整個的鋪排 包含所謂的善後記者會的安排 開了兩場今天可能就不會開了 主要就是為了讓黃山山擔任這個 所謂善後小組的這個主要負責人的方式 來跟所有的中評會講黃山山是不能開除的 必須要負起這些所有的政治責任的 所以昨天中評會也按照了黨主席的這個意志 來做所謂的停權的處分而不是做開除的處分 那你怎麼看現在民眾黨2026縣市首長 是不是感覺上有點沒有人可以選的狀況 因為像高鴻安、黃國昌等等 好像都會評估在他們那個選區已經沒有辦法 當然他們已經喪失了高鴻安、黃山山這兩名大將的參選的權利 柯文哲已經說他們其實民眾黨三個世代 第一個就是他嘛 柯文哲 第二個世代就是高鴻安、黃國昌跟黃山山 那現在只剩下黃國昌一個人有可能參選 那當然他身上手上的籌碼 跟國民黨談判的籌碼就減少 他如何去做所謂的2026的佈局 變成他非常頭痛的一個問題 因為鼠中無大將 不知道誰要來做這個先鋒 另外就是民調的下滑 也會讓他手上跟國民黨談判的籌碼減少 因為我們都知道選舉裡面 棄保跟所謂的政黨之間藍白河的交換 是可以同步去進行 當你的民調下滑的時候 國民黨不會跟你談 他只會操作在選舉中的棄保 就可以完成所謂的藍白河的一個策略 所以國民黨未來要跟民眾黨怎麼互動 我想國民黨會越來越強勢 而民眾黨也只能吞下去接受 所以您認為就是在2026現時首長的部分 民眾黨這邊就只能選擇跟藍營合作嗎 因為基本上你推不太出人選來 對 他們可能會變成是 以更低一個層次 譬如說是 像蔡皮如講的什麼 竹北市長 這種鄉鎮市長 以及所謂的縣市議員的交換 來跟國民黨來做談判 已經沒辦法跟他進行所謂 所謂的台北的交換 或者新北新竹的交換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縣市之間的交換 已經可能性越來越低 而比較是不同層級上面的交換 譬如說美區來力量給民眾黨來參選議員 或一些所謂的鄉鎮市長讓民眾黨來參選 這個是比較有可能的合作的空間 那你認為黃珊珊因為現在她沒有辦法代表民眾黨籍來參選 但她有可能拖黨參選嗎 民眾黨有可能做這樣的決定嗎 當然黃珊珊過去在2018年參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是以無黨籍的身份參選 但是重點是 那時候是無黨籍反而會比民眾黨 有更多開拓中間選民的空間 那但是這次所謂的政治先進案 對黃珊珊的形象也是一大打擊 那畢竟現在又不是台北市有 柯文哲跟黃珊珊在做市長跟副市長 行政資源上面也減弱了 所以未來可不可以再用無黨籍來參選 我想這個難度也是非常的高 所以議長可以分析 可能2026民眾黨就會泡沫化嗎 我覺得泡沫化不會那麼快速 要看的是2028年他們立委的政黨票可以拿多少席 袁玉農老師都說台灣的小黨大概都囤不過三屆 那如果下一次的所謂的政黨票 他們拿不到10%在立法院裡面大幅的縮水的時候 那有可能就走向 所謂泡沫化跟解散的一個可能性非常高 那接下來黃珊珊的整個政治生命 是不是也差不多 還是你覺得他還留有一線生機 我覺得他能夠把這兩年的立委做完 然後幫忙柯文哲度過這些司法的難關 可能他是他未來會面對的事情 因為畢竟柯文哲在台北市政府的 這五大案跟黃珊珊都脫不了關係嘛 所以未來跟柯文哲一樣 他都要面臨所謂的檢調的調查 跟法庭上面的一個相關的程序 那這些東西可能是他未來最主要的事情 而不是政治上面的一個思考 你怎麼看1.2億豪宅的問題 會不會讓小草有剝奪感 當然這個小草當初 包含在2014年為什麼會支持柯文哲 而不支持連勝文 甚至是協助柯文哲來打敗這個大連艦隊 就是認為連勝文的事情 連家的事情不是柯文哲應該去做的 但是現在來看 他們去買1.2億的豪宅 跟連勝文跟連家連戰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每一個幫助過柯文哲的人 不只是現在的小草 都會在這個時間點上面 會覺得很心疼 到底而且會反省自己 為什麼當初沒有所謂的 看清楚這個人 跟柯文哲講的一樣 我們世人不清 所以過去我們犯了錯誤 跟社會大眾道歉 那不會也引發一波脫黨 像是那個很資深的張曉雲這個柯粉 他就是宣布他要退黨 對我想包含那個護理師 我們都是基層的工作者 所以我也希望說民進黨的 我們的一些台派的支持者 也不要太苛責這些小草 因為我們畢竟包含台派很多的人 包含口口姐 都是這樣走過來的 我們都在2014年 曾經犯過錯誤 我們世人不清 支持過柯文哲 現在的小草也是世人不清 等他們越清楚 看清楚柯文哲這個人之後 他們都會變成回頭草 也會變成柯A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的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ew your care